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到春节了 只不过这些作品有些拨着拨着就凉了 有些则是到了大结局热度都还一直持续着 这部作品应该是从去年年底最开始火热起来的 并且其中的演员阵容也是十分优秀 不仅有着张若云、高伟光等优秀的年轻演员 还有胡君、杨浩宇等老戏骨的存在 而在雪中寒刀刑中 虽然其中的武戏部分以及演员的选角 以及那些老戏骨的演技和层出不穷的红颜之己 并且剧集中也衍生出了很多的热门话题 对于这部作品来讲 在这部剧中大家还是看到了原著中呈现出来的猎马黄酒 赤子之心等众多的元素 即便是大家关注不到这些的细节 相对来讲是有一些的稚嫩 但是正午阳光却很好地找到了合适的点 所以开端并不仅仅是一部悬疑剧 并且表演也十分的呆板 同样也是没有让大家看到他内心的情感展现 最终也导致了大家看着看着就直接气聚了 让净双城的热度从最开始的前三名 跌落到了如今第九名 可以说是非常的凄惨了 不过也有很多一直看下去的观众表示 毕竟比去年的千古绝唇要好上很多 并且其中的打戏部分也算是十分的出色 其实净双城这部剧集可以更好 但是如今剧集已经成为了定局 这剧集虽然也已经正式的完结 并且其中还有众多的优秀演员进行加盟 就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度 观众们就能够感受到一种激烈和紧张的感觉 在剧中 不仅仅是展现了军人刚强的一面 同样是体现出了人性的温柔 虽然很多观众都说王牌部队的爆火 至少在这一部证据中 阵容加上老牌IP 让这部剧集在开播之后也逐渐的爆火